他都深言有牙 生意原本挑路短暫 我們更應在有生之女做靈異精緻的發揮 直到驅殼老守 當更以見己不以驅懷 告別也不再是一個感傷的守字 而是中心的安慰 我總覺得就是陪著病人走到最後的時候 有時候看著他們生命的過程當中的轟轟烈烈 到最後就是回到這個 希望他們不是戴著感傷的守字 而是一個中心的安慰 所以在陪病人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是細細的去聆聽他的故事 在聆聽的過程當中聆聽他的遺憾 聆聽他的輝煌 然後也聆聽他的沮喪跟他的失落 那有時候他講的話語當中 他可以很清楚的去講出來 但是更多的時候是我們要去體會 他為什麼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在陳述 好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講完這個圖片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好嗎 好 這個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拍的 不是 就是我隨便拍的 我真的是 因為我不會攝影 然後我只是看到他很有趣 所以我拍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路上兩邊的樹這樣子長 交錯的長 所以這個樹枝是這樣長過來 然後這邊的樹枝這樣長過來 然後我本來走著走著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樹枝 我本來看到這一邊的樹 我好佩服他 因為冬天天氣很冷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葉子還掛著 我說哇 他人生就一當如此堅韌不保 遇到挑戰 再艱苦的環境 我們都要繼續的怎樣 hold住 對 hold住 但是隔壁兩個禮拜啊 我突然看到 這一邊的葉子 本來樹葉掉光的葉子 它長出葉子了 那反而這個hold住的怎樣 沒有長 因為它沒有掉所以就沒有長 我又有新的一個體會 那個體會是什麼 對 其實人生不用什麼 叫做轟轟烈烈 叫做 就是毅力不搖的 應該要什麼 與時俱進嘛 對不對 所以我給我這張體會 在路上我就突然這樣 我突然看到了 在病床上面 有些病人硬撐著 有些病人很快就投降了 有些病人他就自在的 對不對 又到這202 然後我就在想說 隨便走在路上 當下突然有這麼 這樣子一個感觸 我把它拍下來 然後我覺得就是 不是很好看 但是很有意義 其實大家的生活當中 或許也有這樣子一個感動 好我們也是休息一下下 然後我們再回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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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